去做题目 一开始的题型就是直接带F的MA 然后呢 是我没有告诉你加速度 你要用以前学的速度去求加速度 那更麻烦的是这种 就是又给的是位移 要从位移这边去求出我们的 加速度 然后才会知道受力有多少 好来 他说有质量6公斤 每秒8公尺 粗糙滑行 走了16公尺停下来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VT图 我们交易的时候都是用VT图来画 VT图做两件事情 直线求加速度面积求位移 好 那这里位移知道了16公尺 加速度不知道 那面积求位移 所以呢就是面积就是16 那面积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呢我们可以算出来 底乘以高除以2叫做面积 可以算出来时间叫做4秒 所以我就算出来他4秒钟要停下来 那有了这个4秒之后就可以有直线求加速度 就会有直线求加速度 那我们算出来4秒停下来他说5秒 所以5秒的选项珠是不对的 然后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速度改变 Delta T delta V 0秒的时候是8 4秒的时候是0 带进去算出来加速度叫负2 负代表方向 所以加速的大小是2公尺秒平方 所以选项A说是3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已经找到了加速度 我们也知道了时间 然后呢我们就带进去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斜直线 所以是等加速度运动 随便挑2点算出来加速度都一样 那我就可以算出来3秒的时候多快加速度要负2 0秒的时候是8 3秒的时候不知道 算出来呢我们的3秒速度是每秒2公尺 所以选项B说是每秒4公尺也是错的 那有了A之后就可以带F-MA 食量6公斤加速度有知道 带进去大小就是12牛顿 负号可以不要理他负代表方向而已 所以就是12牛顿 所以选项C是对的 所以我们当然就选C 这就是所谓的最啰嗦最麻烦的 要从位于去求加速度 然后找到我们的答案 可以吗 可以 那这里呢谁是对的 A选项是不用算 A选项是不用算的 看看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想要算珠选项 理想上你要先算出C 你要先算出加速度 你才会知道珠是不是对的 那你要算出C 你就要知道时间几秒钟 跟刚才讲解的做法一样 那请问你 这里谁是对的 这里谁的叙述对的 如果A对后面就完全不用算了 如果A对后面就完全不用算了 因为四选一单选题 那A是不用算的 那如果A不对 你就要想办法算出B C租 应该是要先算出B租到几秒 你才会有C知道加速度 你才会有租 知道受率多少 来 哪一个叙述是对的 拆歌男 拆歌男 拆歌男叫做26号 26谁 26大拆歌 你拆一个 拆B 拆珠到底拆哪一个 你要拆珠 请坐下 我们B跟C的 我们等一下有个动脑时间 我再来问你 我等一下再来问你 那么图里面可视速度是越来越小 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就就表示力跟速度是反方向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那如果你能够算出来的 C的正确答案的 加速度的话 你把它带到F等M 你就会得到的摩擦力是-10牛顿 所以答案珠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珠 那至于 我们要求的时间跟加速度 我等一下再来问你 我讲过了 你应该先知道时间 然后再来知道加速度 然后带到F等M 然后就会得到答案 那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简单小练习 OK